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看大经科著第三百协 倒数第五项 从第三句看起 愿为四弘逝与十大愿等圣愿 十大愿是普言菩萨的十大愿网 我们在德尊普言前面学习过 结论世界 所有的菩萨都是修普言行的 所以普言行愿跟正宗饭门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普言行愿与阿弥陀佛的本愿 完全是相应 也就是说 十愿四十八愿 远远都聚足了这十愿 也可以说 十愿远远聚足 迷陀的四十八大愿 十愿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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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往生虽然是凡声同居兔,甚至是下下品往生 到达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得阿弥陀的威神加持, 你就作为阿弥狱志菩萨。 与普远行完全相应, 所以它是圣佛快,圣佛顺利。 这个地方说行愿,通常是四宏誓愿, 四宏誓愿是一切诸佛的本愿, 近普远十月,亦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来看资料里面有这样一段, 从三藏法素里面折录出来的, 四宏誓愿,出止观大意,愿讲也,誓祭也。 至于菩萨说法试愿,要祭其心,知求满足。 发达大愿之后,心不离远,愿不离心。 这就是证佛之道,念念在道上,心心在道上。 实际上,四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愿。 众生无边世愿道。 此以虎替景而发誓也。 为菩萨,骗观六道众生等类,无量无边, 皆未生死诸苦所逼,日日不去。 故法试愿欲道脱之,令出三界, 故云众生无边试愿道。 什么是佛教呢? 佛教是什么呢? 佛出现在世间,佛是指一切佛, 不是指某一尊佛。 一切佛出现在世间,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愿。 看到六道众生,实在是太苦了。 尤其是我们今日生在这个时代, 众生做的业是特别重的, 非常普遍。 完全迷失了自性。 对青年的交辉, 总是不能够接手。 这些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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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能够醒悟过来。 这些苦补。 完全丧失了信心。 诸佛如来,总法这个大远。 我看见,佛知道苦在哪里。 路是在哪里。 苦、乐是属于果。 因是什么呢? 因是迷五,迷了有苦, 觉午有乐, 佛知道这是因果 所以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 用教学 将离苦得乐这个愿望 用破迷开悟的方法 帮助众生 你救警府出来六道论会 出来十八届 得救警罗 得救警罗是正无上菩提 人人都圆满成佛祷 可以吗?可以的 为何?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愿望是能够达到的 不会落空 但是众生迷糊了 一定要用教学的方法 教学是先成就自己 再能够成就其他人 自己不能够成就 无人相信你 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 教学最成功的是释迦牟尼佛 在中国是孔夫子 孔子是平民 不是贵族 也不是富有 生活可以说是清寒 有道德 有学文 有智慧 没有人用它 28岁 真正发生 专门教学 73岁就过世了 真正教学只有五年 这是经典里面记载的 有3000个弟子 有成就的七十二个人 这七十二言 后世串称他为自圣先师 孔子在世 发梦也想不到 如果他要知道 他三十二成 就是成就智慧 成就德行 成就学问 应该就出来教学 释迦牟尼佛三十成度 成到之后 他就开始教学 我们在论语上看到 孔子一生 他自己说的 十五有志于何 三十二纳 这个尔纳 就是成就得行 智慧学文 他一直是想取得一半半职 他就得猛项目 他需要特别的 然后修行 所以周游列国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去用他 命里有事终须有 命里没有莫强巧 他如果是30岁 从事于教学 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他的功德不得了 他成就很多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样 这是在内人 孔子我相信也是在内人 应以什么身得道 就是什么身份 决定不是普通人 菩萨有三十二英 他应化在中国 中国人相信圣言 他以圣言身出现 印度人相信佛陀 再来人以佛陀身份出现 普言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英 第一个缘真的相同 后面三缘成就这一缘 我凭什么来导众生呢 导众生就是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所以我们要学佛 为何要学佛呢 亦就是第一缘 我们看到自己苦 看到众生苦 自己想离苦得乐 亦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这一件事情 用什么方法呢 释迦牟尼佛用教学 一生教学 我们走他的路就对了 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 劝我出家 教我读释迦牟尼佛 释迦方子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我们先完全了解 世尊成道之后 全心全力 在港经教学 培养人才 与港经教学同时完成 学生当中 品德好的 这是最重要的 佛法里面 品德好 就是慈戒 戒幸好 能吃苦 能够忍辱 这个基础好 然后再看这个人 有没有记性 他听完之后 他能够记得多少 你记得多少 这就是宏法人才必具的条件 记忆力好 理解力好 就会被选出来 做些什么呢 复讲 讲小座 听佛讲经之后 找个时间 将佛所讲的 重复讲一篇 给同学听 给大家听 要知道 佛这个团体人很多 常除弟子 1255人 出家众 还有在家众 不是常除 来到这个地方 住几天 住几个月 亦有住上 两三年 就离开了 很多 先来后到 不一定 人太多了 所以 结习惊藏 忘记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是时夜在 这些人 来看释迦牟尼佛 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佛重要的事情 当然是会跟他们说 佛讲的 以后统统结习成为经座 好像四也行里面 都很短的 都是接见一两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所说的 通通 都算在三百余会里面 大的单元 阿陈是小的 短的 都是一两日 三四日 这种情形 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 佛这些优秀的弟子 可以在这些人面前 福讲 告诉他们 说得很好 佛修行 不理 师父带你入门 修行是个人的 是你自己的事情 修行 都离不开 禅定 法门虽然多 是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门道 全修禅定 念法也是修禅定 修行终极的目的就是 开吴纳 善阳你得顶 得三味 然后 定内了 就有机会 机缘 豁然大悟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来一齐通达 命了 你才可以为人师 凡是智慧开的人 都是菩萨 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菩萨 佛事事 派遣他们 到周围去讲经教学 将佛陀教学 尽量将它扩大 这些人常年在外面 他有缘分 有法院 有个小道场 每年 雨季 雨季出去托拨 不方便 不出去托拨 举行 夏安居法会 三个院 这三个月当中 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 接受再教育 你看 九个月 教化众生 三个月 回到再提升自己 接受再教育 佛的教育制度好 这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都在外面教学的人回来了 可以互相在一起研究 讨论 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如何去解决 大家都来共同分享 普遍地提升自己 接受佛的教诲 佛通常是讲一部大经 总是叫你不断向上提升 所以第二院 烦恼 无尽 世怨断 这里是无数 此以集体 前面看众生库 这个地方看众生做业 集就是做业 这集替景 而发世也 为菩萨 替审 抵审 烦恼 及发业 无量无边 或是迷 业就是造作 迷失了自性 迷失了自性 对于世出世间 一世法 迷惑 颠倒 做无量无边的业集 业有三大类 善业 恶业 无忌业 随顺性德的是善业 慰杯性德的是恶业 无所谓善恶的是无忌业 好像我们喝一杯水 这是无忌业 说不出善恶 它没有果 没有什么果报的 善恶 有标准的 善恶 有标准的 在大城里面 静业三幅 是最高指导的原则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讲这三条是 三世诸佛 正业正恩 这个话说得很重 三世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菩萨 修成佛道 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指导原则 你说多么重要呢 现简易改 第一幅是基础 第一幅是人天福报 第一句孝养父母 第二句讽刺思长 所以孝是根 对老师的尊敬 是本 尊丝重道 世出世间的根本 你教的是什么呢 最初就教这个了 如果这个地方的人 没有扎根 你教什么都会失败 好像树一样 没有根 不孝就没有根 不敬老师也没有本 要拿着树子去插 插不会生出来的 怎样去教呢 到最后都是白费功夫 这个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为何我们教学这么困难 毛泽根 我们要讲培养 宏户人才 将来是宏法的 胡法的 没有根 怎样可以呢 一定要从根本去收 能够孝顺 能够孝顺 能够尊知重道 充满了信心 这个人可以培养 将来成为法器 没有根本就不会成就 他个人肯念佛 要将佛法门教给他 念佛法门可以大业往生 虽然大业往生 和他的宿世的善根 有密切的关系 宿世没有善根 念一世 佛也不能够往生 现在念佛的人多了 往生的人并不多 六十年前 尼老师经常说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够往生的 三个五个 现在过了一甲子 在今天 大约一万个念佛的人 只有一个 两个往生 变成多了 变成多了 真正往生的人 你细心观察 这个人在小的时候 对父母孝不孝顺 对尊长尊不尊敬 对人有没有慈悲的心 细心观察通通都有 主是代人哲物 虽然没有读过书 他懂道理 他能够自己谦虚 能够尊重别人 为什么呢? 姓德 所以一定要断烦恼 一定要消业障 烦恼 跟 就是个我 执着身是我 执着起心动念 是我的心 身 这个身体是我的身 有这两种执着 做业就没有冲断了 起心动念 无不赦罪 地上经常说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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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了 为什么呢? 无我 执着有我 错了 有我 就有自私自利 就有贪亲自慢 上终所说的 第七色末拿 四大烦恼 常相随 第一个是 我见 就是坚固的我执 没有我 没有我 以为 有个我 接着 我见 可以说 是同时生起的 有我爱 我爱 就是贪 我慢 我慢 就是亲慰 我痴 来看 贪亲痴 驱生了烦恼 跟我见 合在一起 四大烦恼 以四大烦恼 就叫末拿 就是一切众生 深深地执着的我 这个不是身 身就容易觉悟 这个我 是很不容易觉悟 《金光经》前半部 小庆就做到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小庆的初果 就破新建 新建 变建 建取建 戒取结 通通断取 正小庆初果 大圣 花严 原教 五十一个菩萨阶级 头第一个 十信位 初信位 菩萨 真正的佛弟子 进了门 真结 母妇 初果未正得 不算的 是门外的 是门外的弟子 不是门外的 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认真 我们要认真 要努力 希望做入门的弟子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知道身体不是我 我 知道 经教中 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一切法 从网念上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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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网念上生起 一年不觉 自性里 变成了阿拉耶 自性是真心 阿拉耶是网心 从此之后 全部都是网心做主 网心变化成网境 所有境界都是假的 去网的 这个念不不觉 这个念是尼纳菩萨所说的 一谈子 三十二亿百千念当中的一念 我们一秒钟 我相信有谈得快的 可以谈五次 如果乘五 就是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的生灭 所有物质现象 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些念头 念念不相同 没有两个念完全相同 所以佛说 一切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都叫做无上 上是什么呢? 永恒不变叫上 通通是变化的 都是在高频率里面产生的 所以叫幻伤 不是真的 确确实实 不景空 不可得 念念不可得 是什么 我与我所存 都是假的 一场梦而异 什么是真的? 自性是真的 自性没有这三种现象 所以叫空 空不能说他没有 为何呢? 他遇到圆 能现现象 一念不觉 他便出现了 他便能够现象 所以空跟有是一不时矣 空有 不以圣相一遇 大圣菩萨看得清清楚楚 在一切相里面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真正做到了 随缘妙用 行顺众生 随一辙的缘 无起心动念 无分别执着 妙啊 太妙了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掩 真正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仇者 他在这个境界里头 终究目标 回归自圣 回归自圣 就是无上 正等正觉 化炎经上 妙觉如来 在等觉之上 发炎经上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住暴徒 那是什么人 明心见证的人 从初住到等觉 无外 他们的智慧 神通 特上 跟妙觉 跟妙觉 果佛 非常相似 发炎经上 发炎经上 说的四种 无外 理无外 思无外 理事无外 思思无外 在实报图 看到了 实报图 是如何来的呢 无命烦恶 无命烦恶 断了 无命烦恶的 集气还没有断 集气 成就的实报庄严肚 集气不爱事 所以他四无外 法界 集气断除 实报图 不见了 实报图里面 没有生灭的现象 叫一真 生命很长 无耻无命烦恶 自然消失 这个时间 需要三个亚真其劫 化身菩萨在那里等 这三个亚真其劫 做些什么呢 完全是在做四横世远 看到表演 十方一弃诸佛的拆土 他们尚参诸佛 经常供养诸佛 收福 听诸佛的教会 福为相收 同时有分无量无边的身 在一切众生界里 到这些有缘的人 不一定用什么身 他们不起心不动念 完全是恒信众生 众生希望什么身 表现什么 演四横世远 做给大家看 教化众生 一直到 无命集气自然断了 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一真法界就没有了 实报导也不见了 他回归到常直光 这是正德 究竟圆满的佛果 跟一切诸佛 用成一片 这个时候没有身体 三种现象都没有了 所以 跟一切诸佛 合而为一 一个大光明状 而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 是圆满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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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生烦恼,才会造业 造善业,散善导寿报 造恶业,散恶导寿报 聂恩果报,思义毫不爽 这些发生大事 就在六道里面 行大慈大悲 六道四斜 思宏誓愿,帮助众生 盛咒众生,不疲不厌 众生能招集生死苦果 流转三解,毋有窮尽 所以发愿欲断烦恼 如此六道众生,適逆断取 凌出三解 这就是佛菩萨他们做的事情 虽然每天这样做 不单止没有分别执着 起心动念都没有 这就是佛萨道 起心动念做这些事情 还是人天祷 为什么呢? 出不了六道论会 你着了上 着上收的是福德 没有功德 你一切上 这才叫功德 功德跟福德 一定要分得清楚 假明白了 梁武帝一生所收的 佛门在历史上 第一大护法 为佛建的寺院 都是非常有规模 四百八十座 户池出家的人 十几万人 达摩到了中国 他很炫耀 问达摩祖师 我做这么多的好事情 功德大不大呢? 回答他一句 并无功德 为什么? 他收的是福 为什么是福呢? 着了上 他还未将这个事情忘记 不忘他做这么多好事 着上 着上就是福丹 着上就是福丹 着上就是功德 着上就是功德 叫三轮体空 着上就是功德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得主于相 受日齐善法 不求果报 有求果报的心 有着上就是仁天佛法 为什么呢? 出不了三界 你所做的业 只是善业而移 你没有做乐业 善业 你的果报就是仁天 佛菩萨教导地 提到是 哭哭撒撒是帮助你 脱离三界六度的轮会 三界便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就是六度 先是成就,脱离六道之后,再继续帮助你脱离四圣法界 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真正做到了 再帮助你生到诸佛如来的实报庄研头 精大涅槃 契入尚直江,就大圆满了 这种帮助到底 所以自己要先断烦恼 先要将我身的执着放下 我身就没有了 便还有灾难呢?便还有生死呢? 这些幻相自然就没有了 身心清静 一心向导 怎会还有这些事情呢? 烦恼断除了 先讲得上学法门 为什么呢? 你学法门非常容易 有烦恼便不容易了 没有烦恼学得很容易 很容易明心见诚 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 这是无准 有无量的意思 法门无量誓愿学 这是依道替境界而发的誓愿 为菩萨替审一切道法 无穷无尽 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众生有无量的品类 不是一个法门能够到尽 动生的品类无穷无尽 佛的方法亦是无穷无尽 所以学法 学经甲 最重要的是开吴 先得三美 我们学无量寿经 先要念到佛三美 然后便能够大切大悟 悟后一切经甲自然通达 未学过的经甲 全部都能够通达 这是不思议的境界 能通知涅盘 这个法门帮助我们 自己知义 亦令一切众生静之 学法四个阶段 信解行正 这四个字举足 正法注势 如果有信解行 没有正 那叫做障法 有信有解 没有行正 那叫做抹法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这个世间 没有人讲经 亦没有人听经的 叫灭法 法便没有了 经典在这里没有用 所以讲经教学 要真正发心 真正依教奉行 将奉行的心得与大众分享 其他人听了之后 便会受感动 你自己会说 没有修行 不能够感动人 人家听了之后 会生怀疑 你讲这么好 为何你不去做呢 真正做到了 让人家看得真看到 他不能够不相信 特别在现在的时代 受了科学的影响 科学影响最严重的 就是怀疑 今天这个世界 普遍存在是怀疑 我们怎样叫他喜讯呢 自己不是真的这样去做 决定不留够 赢得别人的信心 我们要将正业三幅做到 正业三幅 第一幅里面 包括余悉道的三个根 第一幅里面 就是真的做到了 敲仰父母 奉仕思思长 要落实弟子规 要真做到 其他人做不到 我做到 要落实感应篇 要落实十善业度 第一幅 你就举足了 有这样的条件 才能够拜 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拜师就是有条件的 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释迦牟尼佛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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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够不知道 具足这个条件 以佛为师 你才能够真正受持三规 三规是什么 三规就是佛教给你的修行 性佛最高的指导原则 归以佛 觉而不迷 时时刻刻 有高度的警觉 不会迷惑 第二个正而不邪 这是归以法 正是正知正见 你不会有邪知邪见 正而不邪 第三个是正而不嫌 是否归争 争表的意思是 六根清淨 一产不嫌 你看你一入佛门 佛就将这些教给你了 这三件事情 以前做完之后便成佛 三规是我们学佛 真正向往的方向和目标 觉、正、正这三个字 佛是觉 佛是正 真是正 要求自己 不要求其他人 与其他人无相不相干的 所有的戒律 是帮助我们 觉正正的 所有的经验 亦是帮助我们 觉正正的 所有行门 是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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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正正的 让我们圆满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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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戒为师 以虎为师 绝对不可贪图享受 为什麽呢 稍微有点享受 他每天都在养贪心 这个贪心 烦恼越来越严重 很可怕 所以佛 赞叹 加业尊者 修苦行 佛弟子当中 真正能够修苦行的佛法 可以尝尝世间 那么贪图享受 就完了 他出家怎样呢 出家享福了 现在这种人多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人来管理 也没有人敢批评你 你自己能不能够成就 就全靠你自己 全靠自己高度的警觉 最后全靠经典 没有人讲 佛经常有讲 试试读经慢慢就读明白了 经上佛菩萨对我们 怎样的要求呢 我们要认真将他做到 张家大师教我们的原则 看破放下 原言语很简单 意思 深港 无边际 看破 要靠经典 放下 完全是靠自己 看破 也没有放下 张家大师说的 根本就没有看破 为什麽呢 真看破 决定就会放下 放下 放不下 就是没有看破 好 老师 给了我这个标准 学东西 没有做到就不算数 决定 决定不可以 以为书我读了几篇 我知道了 这些是皮毛的常识 精髓 精髓 你没有看到 精髓是什麽呢 真正去做 真正的体验 那就不一样了 你对这句经文 有深刻的体会 你深入其中 你讲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这是大学文 真实智慧 法门无量誓愿学 这是解行证 排列是第三 前面断烦恼 烦恼没有断 法门学不成 为什麽呢 你不能进入 必须烦恼断了 菩提心发出来 就相应 跟法门就相应 你真正能够体会 真正能够懂得 能够明了 而且你会做到 自己正得了才能够帮助别人 自己有经验 这条路自己走过 你以后 佛道无上誓愿成 为何要成佛道呢 唯有成佛道 才能够普道众生 不成佛道 在菩萨为果位上 道众生还是有局限的 因为法的愿 众生无边世愿度 你要度无量无边众生 一定要成佛 这是以灭剃境法的诗愿 为菩萨替审菩提之果 最圣无有过上 没有超过的 没有更上的 这个是妙觉如来 无上正等正觉 知成就矣 抱怨一切众生 行皆成就 孤魂佛道无上誓愿成 五圣佛 你不能够到等觉菩萨 一圣佛 你就能够到等觉菩萨 依照这种通途法门 现在是这个时代 店老在生前 我们确实是 同心 同缘 同行 同参的导友 他年纪比我大 他学佛的时间比我强 功夫比我深 而且亲近的是真正的大德 善知识 小时候 他孤魂教她 是梅刚熙居士 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 我们见面就要称师公 亲近夏年居老居士是夏老的入室弟子 不是入门,是入室 夏老的传人,通宗通教,显物圆融 当今真正的大善知识 我将他看作老师 他将我看作同参导游 跟我说 新中国建国以来 用物中修行成就的人 只有六个人 十几亿人口 这么大的幅元 六十几年 只有六个人成就 禅宗开门 没有听说过 得定的 尿如神星 和我说 往后真正成就 全靠淨土 淨土真正往生 就是成就 往生也要万元放下 无牵无挂 无忧无虑 无虑 佛利接引你 你无障碍 还有牵挂 还有顾虑 正宗最重要的 培养坚定的信心 永恒不变的愿力 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求往生极乐世大 在这个世间 真正能做到 随缘 幸迅众生 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了 我没有意见了 我知道念阿弥陀佛 心里指向于极乐世界 这个重要 有缘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他们什么呢 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帮助他们发愿求生 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们看 就是这样了 我在这几年 最近这十几年 近世界很多很多宗教 结束善缘 我知道 宗教团结 宗教互相学习 宗教回归教育 对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真是能够化解冲突 能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这个园也是自然成就的 也不是攀缘得来的 跟联合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联合国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化解冲突 促进安定和平 这种目标没有达到的 这种目标没有达到的 社会一直在动乱 冲突不断在发生 而且还很严重 他想不想 真正是将这个工作做好呢 很想我跟他们接触很多 很多很多国家 拍出联合国的大使 我认识不少 这些人都是好人 都希望联合国能够完成他的任务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我参加过不少这些会议 建议联合国 认识世界宗教大学 认识世界宗教大学 用宗教的力量 就是宗教团结 宗教互相学习 宗教回归教育 用这个办法 宗教大学自己 拥有一个卫星建设台 网络为色 就成功了 让每个宗教优秀的传教师 24小时不断讲经 24个小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宗教 看下在哪个时区 他们的信徒是最多 那个时区就给他们 我相信 如果我们这样能够广播一年 这些老师都能够深入经测 各个不同宗教的经典 都能够依教逢行 都能够做到 这些宗教教师可以住在一起 这些宗教教的大学 我跟斯里兰卡总统说过这件事情 总统非常欢迎 要我到斯里兰卡来办 他说是真的 他不是开玩笑 那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 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 我希望他们能够办成功 这个学校应该属于联合国的 可以在斯里兰卡办 校长是联合国指派 真正有爱心的人 有讲大心量的人 看所有宗教一视同仁 就能够将这件事情做好 另外就是 他是佛教的国家 我很佩服 我们佛教是口头上的佛教 他的佛教完全是落实的 全国人民 绝大多数他们都做到 在星期一 我参观一个小学 这些学生 在寺院里头 广场到处坐得整整齐齐齐 非常有秩序 在那里听法师讲经 这些法师各个都能言善道 学生听经 我在旁边参观 没有张头四处周望 都是聚精会神地在听经 这个秩序我们看得很感动 学生是没有交投接耳 到处乱看 没有的 他的心是定的 寺序法师跟我说 差不多3000人 每个星期日 他们全国在校的学生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都要到附近寺庙去接受佛陀的教育 这些是他们一堂课 一定要去学 所以他们落实了 每一个家庭都是佛教的家庭 他们除了佛教之外 还有其他的宗教 信仰佛教 大概占75% 还有少数的基督教 天主教 培教 印度教 这些长老我都见过面 国家的政策 宗教平等 我们在那里说了三次经 说了六个小时 其他宗教这些长老 也来听 真是难得 可以给 宗教教教 宗教教 看完世界人来看 看完之后 你就相信 未有看到 不相信 都说哪有这样的道理 做不到 这个地方人真的做到了 所以我们很受感动 总统邀请我去港京 现在他们积极地筹备 通知我 希望我五月份能够去 五月份是他们气候最好的时间 这段时间 让他们准备了 因为我要 摄影拍 要能够现场播出 这个他们都愿意做 所以佛道无上势远成 我们自己有坚定的把握 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 才能够成就别人 抱怨一切众生 行佳成就 这个法门是 阿弥陀佛 无量劫的修行 五劫的参学 五劫的参学 结成四十八丸 冤匿共得之所成就 这一切众生 美陀成佛 到现在已经十劫了 道众生 无量无边 无尊无数 是让我们非常享枉的 这部经要熟读 这部经念的片数越多越好 将心定在这部经 定在这句佛号上 其他统统放下 一三一二专修 没有一个不成就 四宏世约 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经文 《愿以道行》 《愿以道行》 《行以满缘》 《行如足》 《愿如目》 《互相依慈》 《举足无量行缘》 《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 没有缘 就没有了目标 没有方向 你的修学就很难成就 有缘 我有目标 我有方向 我们的方向 释放极乐世界 我们的目的 是 亲近阿弥陀佛 决定会实现的 而且 你一生当中 不要等第二生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 一生成就的佛法 叫当生成就的佛法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死亡的 活着走的 往生的时候 见到阿弥陀佛 手树拿着莲花来接引你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佛光摄受你 佛光一摄受 将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 提升了一倍 我们如果念到功夫成片 便提升到一身不乱 便提升到离一心不乱 我们收到一身不乱 便提升到离一心不乱 我们是散乱心在这裏念佛 佛光一摄 我们就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也是念佛三味 决定得生 自己看到自己 坐在莲花里面 经常跟我们说 这个莲花 拆合 阿弥陀佛 将你带在极乐世界 莲花放在七宝池里面 花就慢慢地开 花一开 我们的身体 产生了变化 在莲花里面 产生变化 改造 我们现在的身是 阿赖耶的建坟 双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便不是 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 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 就是上中所说的 转白色 正四字 在莲花里面转的 转得太快了 一刹下之间便转了 真正不可思议 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 跨一开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 第二 我们这个课本第二十月里面说 佳作阿弥陀之菩萨 一点都没有错 这是真正的成就 这是真正的成就 这是无上的成就 所以 愿 愿在领导我们的行 那些行便门我们的愿 行 好像两只脚在走路 愿好像一只眼睛 我们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没有走错路 没有偏 没有扯 巨足 未圆满 无余 这是经常说的 巨足 无量行愿 行愿品云 民始愿王 这是说十大愿王 前面我们学过了 读 看着经文叫读 中 是背中 念得很熟 不看经文 能够背得下来叫中 书写 这个书写就是流通 古时候是没有印刷的 经书全部都是书写的 中国的印刷术是宋朝时候才发明的 才有黑板印书 是没有印刷的 宋朝时候没有的 宋朝初年都仍要抄写 印刷是发明的 宋朝初年都仍要抄写 但都会里面能够看到印刷的货本 都会之外 通通都要靠抄写 所以书写的功德 无量无边 多写一本 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 现在 机器发达 不需要再书写 翻印 我们要做功德 这个功德 我不可以忘记 流通性教 大量翻印 本子越多越好 遍法界流通 遍法界太大了 遍地球流通 到处都送 好事 送这些经本 这是中文本 鼓励全世界人 学习中文 我们要搞 这个善考方便 帮助大家快速 学习 中国的文字 中国文字的单音 只有420个 每个单音 有平常去入四声 成四 四四就是一千六 只有这么多 不难学的 我看哪个国家的文字 都比中国多 所以中国文字不多 通常用的大约是三千字 普通日常生活中用的 不难学的 有很少的 原本呢 我们要讲 在读音 有多数的文字 在读音 有多数的文字 不难学 我们在研究用这一种方便法 将来做出来之后再做一个光碟 可以在光碟上看到文字的写法 读音 将这个学会座,这是第一阶段 一天学四个字 一百天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就是中国字都认识了 一百天的时间全部都认识了 第二步要学这个文字如何去说法 学说文解字 这个字为何要这样写呢 它的用意在哪裏呢 学六书 学说文解字 有这个基础 再教你一门深入 你专读一部经 读书千篇其二自见 一千篇读下来之后 得定了 定就开误了 那书里面什么意思呢 自然就通达 这个方法是妙极的 希望40岁以前的人 不要放弃你的机会 你可以学成的 如果用10年20年的时间 40岁开始学到60岁 你就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大鱼 汉学家 至少还能够教十年 教二十年 功德无量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要认真学习 自己要有信心 自己没有信心 搞什么都不能够成就 自己有了坚定的信心 没有一个不成就 所以书写重要 是诸人等 于一念中 所有行愿皆得成就 这个所有行愿 就是四弘誓愿 普言十愿 弥陀四十八愿 都能够成就 此正显从果向恩 以弥陀之善巧方便 加持回向 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性之行愿 真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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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就能够会 无人相信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做了个样子 释迦牟尼佛之前 没有佛教 这个世间不但没有佛教 菩萨也没有 阿罗汉也没有 释迦牟尼佛 是如何成罚的呢 十九岁 便放下烦恼章 十九岁离开家 放弃了皇位 放弃了宫廷富贵的生活 离开家庭去苦修行 近印度一般的修行人一样 托伯 日中一食 住下一宿 到处去参学 印度所有宗教 任何高登大德都见过 都跟他们学过 除了这个之外 印度的学派 一般说是哲学 文化很多 他都要学过 学了十二年 他有丰富的知识 十二年放弃参学 在菩提树下入定 放下参学就是 前面十九年放下烦恼奖 鲁提树下入定 放下所知帐 不学了 夜到明星大切大悟 自然通达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他在哪里学的呢 自然通达 真是妙 真是妙 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灭到之后 六百年出现在印度 亦是大切大悟 亦是大切大悟 为何?一本经书,继续记协就全部明白了 不需要从头看到尾 不需要,所以三个月可以将一部《大藏经》学完 我们相信,为何?中国有这样的例子 惠能大师是不识字的,没有读过书,什么都没有学过 五早传法的时候,半夜三更,跟他讲《金刚经》 我们估计,多多两个小时 说了多少呢?当然不是用经本,不认识字,不用用经本 大概说了五分之一 慰能大师开误了 说出他开误的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他的毕业论文 他成罚了 《何其至性?本自清静》 这是第一句 《何其至性?本不生灭》 《至性?不生不灭》 《至性》永远是清静 《至性》决定是没有燕污的 燕污的是意识 《至性》是没有燕污 《何其至性?本自巨足》 雖然他什么都没有 他巨足一切法 一样都没有决度 《何其至性?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 自性是不动的 所以修定是很重要 不动摇就是真心 动摇就是妄心 不是真心,妄心 最后一句 《何其至性?能生万法》 五早就听到这里 跟他说 可以了 伊勃就给你了 吩咐他赶快离开 亲自送他 早就准备了一条小船在河边 送他上船走了 他在旅途当中 遇到了无尽藏彼丘 彼丘是受似《大波野经》 《大波野经》两个本子 我们知道了 一个是四十卷 一个是三十六卷 都是分量很大的经典 比丘利每日读诵 诵经的时候 说是能大师在旁边听 等他念完之后 他非常惊讶 他非常惊讶 说得太好了 恐着经本像向他请教 我说我不识字 不识字为何说得那么好 对于认不认识字 无关系 于学不学都无关系 对于认识的认识 没有老师可以成就 只要真信 只要真是这样做 要医教奉行 不医教奉行 你做不到的 经上你所懂得的 你都要落实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处事代人之物 活学活用 你真正得到 你发气充满 我们在《谭经》 看到这个故事 不学自然通达 不学自然通达 还有一个例子 发达禅思 受词 发花经 到了曹溪去参访六组 离拜的时候 头都没有着地 为何呢? 傲慢 三百起来之后 六组问他 刚才三百 头没有着地 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事情 他老实地说 还发花三千步 发花经很长 虽然只有七卷 但是每一卷都很长 通常一般人念发花经 一天只能念一步 三千步就差不多近十年了 念得很熟 六组问他 那经说什么呢? 他答不了出来 那你读给我听 看 发花经 二十八品 他读到第二品 方便品 六组说可以了 不用再念了 这个经我全部都知道 说回给他听 他开误了 你看看 好像这样的方式 三个月一部大藏经 通达 毫无问题 六组要通达大藏经的时候 你每日每一部经 逐三两变 他就明白 他全部知道 不必要完全 古人所谓 经的三分 聚症流通 这三分 愚人食物 中边皆甜 这一部经 无论哪一章哪一段 你通了 全部都通了 不但这一部经通 有一切经全部通 那就是你的本能 这些经从哪里来的 是自性流露出来的 你只要见了性 全部都通了 有一些障碍都没有 所以学法一定要知道 明心见性是终极的目标 我们见不见性 明不见心 要采用第二个方法 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明心见性 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 这个地方 我们烦恼集气太重了 没有办法克服 心定不下来 所以大业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煩恼复住 不起作用 业障消除 这个时候 学东西 踏实了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不定什么时候 你开吾 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对这个道理有坚定的信心 没有丝毫的怀疑 到极乐世界 开吾就快了 你不懂得这个道理 你会怀疑 怎样可能呢 到极乐世界 开吾要比较慢一点 所以 只有每个人做 遲早是不一样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是从果向因 不是从因向果 是难了 受印静果 在这个法门 果就在面前了 从果去看因 太简单了 一点都不麻烦 所以一生决定 成就 圆满的成就 真正 阿弥陀佛 善巧方便的加持 他将他的功德 回向给你 这样回向真有用 圣咒无量 超出十地 诸圣的行愿 超出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 入室 我们中国人说 入门 你入了他家的大门 登堂 这是第二步 入室 是最后的 真正入室 入室是什么地位 十地是入室 十殉 就是进门 是进入了他的门 十殉进门 十珠 十行 十回香 是登堂 十地就是入室 入室便能够传法 我们一生到极乐世界 就超出了十地 现在 叫做 如来的入门的弟子 只要我们真正将三幅六和三学六道实大愿王落实 认真做到一步无量受惊 一句佛号 我们用这个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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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 monetary 我们用这个入室 通过 并非全门 为何物能够传法 最后承下一些残余的集气 很薄的 叫十地菩萨 经常说八地以上 如来的境界 对于片法界、虚空界 妙如指掌 只是一些残余的集气 没有断准 断准了就正是妙国果位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搞明白了 愿不愿意做 就是我们自己的念头 真愿意去做 战缺的条件 放下万元 如何放下呢? 将正业三幅做到 六幅做到 六幅做到 三幅六幅做到 三幅六幅做到 铺县十幅做到 就可以了 你不单止是初学 你已经是登堂了 所以生到极乐世界 你决定入室 这几样东西为什么做不到呢? 就是自私自利放不下 明文利养放不下 贪亲自闻放不下 七情五欲放不下 让这些东西自己知道 是否不是好东西 应该要放下 为什么不放下呢? 经听得不够 没有听懂 为什么没有听懂呢? 对经教不尊重 所以你是听不懂 就是引光大师说的 一分成敬 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你就得十分利益 你的成敬心不够 不能够说没有 只有几分 我曾经说过 神秀法师有100分的公敬心 他得100分的利益 慧能大师有100,000分的公敬心 所以他的时间虽然短 他得100,000分的利益 能得多少? 得利益多少? 完全都是真正公敬里面 真正公敬在哪里做起呢? 从孝顺父母做起 对父母都不公敬 对老师能够公敬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 父母养育之恩 不知道去报 对其他人公敬一定有企图 否则你做不到 这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对父母公敬 对老师公敬 对一切人公敬 这是天经第二 对所学的东西公敬 对佛菩萨公敬 你才能真正得到利益? 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好 好